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瞅瞅 你妈当年漂亮不 当年追你妈的人可是排满了整条街 郑太立马就乐了说 我咋瞅着不像你呢 我爸的照片呢 小花说你爸没有照片 时间差不多了 小花赶紧为全家人准备早餐 小花收拾完家里后 赶紧上楼安慰婴儿房内的小女儿 然后又开始手忙脚乱的换坏掉的灯泡了 原来小花是个能温能武的女汉子 这天晚上 郑太穿着超人的衣服在阁楼上玩着cosplay 她想要去拉灯绳的时候 一脚踩空摔倒在地上 注意这里郑太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楼下的小花和郑爸听到动静 赶紧上来 把郑太送进了医院 可是第二天 郑太就成了植物人 小花他们听到这个噩耗 简直是晴天霹雳 医生告诉小花 郑太其实身体根本没有损伤 奇怪的是 郑太就是无法醒来 医生摇头说 自己溃对了市民的妙手回春锦旗 三个月后 郑太从医院躺回了家里 一天 小花正在楼下弹钢琴 突然听到婴儿房的监控器内 有男人的声音 这可把小花吓坏了 抄起家伙就往楼上赶 可奇怪的是 女儿房间啥也没有 小花感到很是奇怪 更奇怪的是 二儿子小明告诉小花 郑太一到半夜 就会醒过来吓自己 小花说 小明一定还在做梦 你哥可是植物人 到了晚上 小花把这件奇怪的事情 告诉了老公大壮 门外突然就传来了敲门声 大壮下去开门 发现啥也没有 而婴儿房里又传来了女儿的哭声 小花过去一看究竟 却看到了窗口正站着一个人 小花当时吓尿了 大壮也闻声赶来 还是屁都没有 报警器却又凭空响了 到了第二天 小花发现正在床上有个血手印 小花知道家里肯定闹鬼了 这不 晚上小花差点就被突然出现的黑鬼给侵犯了 小花怎么说也不肯再住了 于是他们只好搬家了 但是厄运并没有结束 仍然还是有很多奇怪的恐怖的事情发生 这天 小花一家三人真唠嗑呢 正太房间刚刚消停 又有动静了 正太掉在了地上 房间也跟鬼子扫当过一样 男主妈妈说 不行 我一定得找一灵媒师瞧瞧 第二天 灵媒小弟二人组上线 通过研究 他们发现 小花家里有四个鬼 接着 伊丽丝灵媒大师也上线了 伊丽丝说 正太之所以醒不来 是因为灵魂出窍了 再加上这屋子里有鬼 正太的灵魂就更回不来了 因为鬼想上正太的身 伊丽丝开始召唤正太回来 却没想到正太被鬼附身了 而那天侵犯小花的黑鬼也出现了 经过一番战斗后 鬼被吓跑了 这时大壮妈妈跑过来说 大壮也会灵魂出窍 所以得由大壮去把大外孙喊回来 大壮的灵魂开始与鬼作斗争 伊丽丝也在一旁加油打气 大壮顺带带回了正太 自己却被女鬼附身了 于是她掐死了伊丽丝 小花进门发现了一切 电影在惊恐的回头中结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